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注意力忽然被窗外的情景吸引 她看到姐姐塞西利亚居然在花园的水池边对着罗比宽衣解带 一个是自己的姐姐 一个是自己爱抵着的男人 这样的画面对于一个13岁的少女来说 有些难以接受 也许是青春期的不安搅扰了她的心绪 也许是嫉妒在胡乱作祟 尽管不知道姐姐和罗比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此刻布里奥尼的内心已经悄悄埋下了一颗黑暗的种子 可事实却是 当时的罗比在与塞西利亚交谈的时候 不小心弄坏了塞西利亚的花瓶 使得花瓶的把手掉进了水池 塞西利亚由于下水捞把手才温身湿透 就在当天 布里奥尼的表姐劳拉带回了一个家境英识的男人保罗 并介绍称是自己的未婚夫 他们打算在晚上举办一场家庭晚宴 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受到了邀请 其中也包括出生贫寒的罗比 由于弄坏了花瓶惹得心上人不高兴 罗比偷偷写了一份致歉信给塞西利亚 他搜长瓜度 最后写出了两封措辞完全不同的信 一封情真意切 另一封则充满了情人间的挑逗 甚至包含了不少露骨的语言 看着自己洋洋洒洒写就的胡言乱语 罗比最终还是决定将前一封正式的信送出 他没有亲手把信交给塞西利亚 而是选择让布里奥尼代劳 不幸的是 罗比出门前不小心错将后一封信装进了信封 并交到了布里奥尼手里 由于好奇 回家后的布里奥尼擅自拆开了罗比的信 可想而知 那些充满情趣意味的文字 在布里奥尼看来简直下流不堪 从这一刻起 罗比原本积极阳光的形象 在布里奥尼心中轰然坍塌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猥琐下见的小人 晚宴期间 罗比因为送错信的事 找到塞西利亚亲自道歉 两个心念彼此的人 借此机会走到了一起 可正当他们在书房中亲热的时候 却再一次被布里奥尼撞见 于是尚未对信有过丝毫了解的布里奥尼 当即认为罗比是在侵犯姐姐 从此彻底将罗比 视作了无恶不作的色情狂 也就在这天夜里 罗拉碰巧在庄园里被人欺负 虽然仅仅只看到了施暴者逃离的背影 但对罗比抱有误解的布里奥尼 却当众一口咬定罗比就是罪犯 并坚定地向警方举报了他 就这样 布里奥尼自以为是的一句证词 致使一对有情人牢烟纷飞 罗比在明明不知情的境况下 被硬生生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牢狱之灾一关就是三年 这不仅葬送了罗比的学业 也葬送了他和塞西利亚的一生 此时无情的二战席卷世界 罗比选择了以从军代替坐牢 尽管他能力出众 但却因为当年的猥亵少女罪 而无法得到晋升 塞西利亚为了罗比和全家断绝了往来 并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战地护士 一心等待罗比回来 不久后 罗比被送往欧洲前线 临行前 他在一次偶然机遇下 与塞西利亚再次相见 没想到这一件 竟成了二人的诀别 时间到了1940年 长大了的布里奥尼放弃了上大学 他选择追随姐姐的脚步 当了一名军队护士 成人后的他 时常会自责于儿时犯下的罪孽 他把救护受伤军人 当作是对自己的惩罚 而每当夜深人静 布里奥尼都会孤身敲起打字机 将当年因为想当然 而毁掉罗比的歉疚之情 写进一本名叫《赎罪的书》 希望借此舒缓内心的罪孽感 但生命只有一次 谁也无法重来 在混乱如末日的 敦克尔克海滩上 等待撤离的罗比 最终死于半血病 当救援船到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死去的罗比手里 还紧紧攥着塞西利亚的来信 信上的明信片 印着一栋海边小别墅 那是两人曾憧憬过的家的模样 同年塞西利亚 也死在了一场空袭中 而当年欺负罗拉的真凶保罗 却与罗拉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原来当时两人干柴烈火 却被布里奥尼撞见 因两人还未成婚 所以罗拉面对布里奥尼的追问 并未说出实情 布里奥尼也因儿时愚蠢和无知犯下的罪 永远都无法赎清 多年后 白发苍苍的布里奥尼成了知名作家 在他的小说《赎罪》中 他为罗比和塞西利亚 虚构了一个相守到老的美满结局 借此告慰那两个被他伤害过的灵魂 可是 就在他面对采访者尽头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袒罗真相 为世人留下了那段黯然唏嘘的往事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赎罪》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